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开始来讲一下影响反应的因素 这一件重点来讲什么呢 就是温度对反应数的影响 因为温度对反应数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个经验公司 这个经验公司叫反后复规则 当时反后复提出来了 他说温度升高10度 反应数度就增加 大概是2到4倍 然而是4倍 那么这是一个很经验的规则 那么反吼这个人的时候很了不起的 你看他是化学第一节 宜盛奥要讲获得之类的 就是从开始 从1901年开始设立那边奖的时侯 过去那么多华尔家 因为那边奖要给在世的华尔家 当时很老的华尔家过世的不算 至少当时在世的华尔家是很许多许多的 但是第一届选了凡夫 说明他在化学里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他在化学贡献里面面很广 你看他是荷兰科学家 他这个洞穴上面有研究 我们刚才讲的经验规则 还有关于气体 体系跟吸用液上的化学平衡这方面 他都有 你看我们这个化学到现在 碰到凡夫的次数肯定不少 那么他这个人从小就希望动脑筋 希望做生意 所以他是荷兰科学家 他后来到德国区 他那个 他是谁呢 那个 开口了 我们知道 本的结构设 最早提出本的结构设是开口了 提出本的结构设是这样的三个结构设 这是两个结构设是开口了 后来 底外有一个就搞了三个 公正的结构设是开口了 那是很早的 在德国 他就是 就到他那时候 就是这叫 开口了 年代的时候 或者开口了 乘以这个是他的导师 还有一个五字 五字 那个也是比较有名的 有进化学里面肯定比较有名的 五字反应 那么也是他的导师 那么就是这两个 可以叫比他还前辈 那么但是呢 就是当他们做健在的时候 最后还是他拿到的那都不要讲 低了那都不要讲 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大的 但是在这方面呢 他能估计出来 溫度对化学发言的影响 那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但是他的工作很辛苦 你看他在世时间不长 按照这个年文看 大概只有五十九岁 五十九岁 好 但是实际上 我们知道 在化学反应里面 碰到的问题 并不像凡夫讲的 就是成这样的关系 那么大部分当然 这个关系还是合理的 但是还有许多 化学反应是不正常的 是温度性的 你看正常的 是温度性的一样 如果按照凡夫规则来说 就是说 美生和深度的话 发言两到四倍 那么跟这个是有比较相似的 美生是两到四倍 好 但是另外一种反应 它是 在K十段的温度的时候 它根本不起反应 或者起来很少 但是到温度超过某一点的时候 它不是只有两倍四倍 但是折性上升 那么这次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成为一个爆炸反应 爆炸反应 就是说 在不爆炸之前 它的反应速度是很慢 不是说几乎就没有 但是到了点火温度 它一下子就爆起来了 速度就很快 那么这个反应里面 将来我会讲到 大部分是练反应之类的 那么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叫火伤性的 跟温度一关的 那么是什么呢 温度升高 它什么 它升高 但是有个什么 有个火伤性 然后呢 到了温度再升高以后 它反应降下来 降下来 那么这四倍反应呢 主要是对催化反应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就温度升高 它的反应能量高了 但是容易反应更上去了 但是多了一点温度以后 它什么 它的催化剂啊 要失火了 对吧 催化反应催化剂就失火 那么影响了这样 这样 这样你如果温度再高的时候呢 它反应反而是什么 下来了 下来了 那是一般的催化反应 大概就是一种火山型的 还有一种反常的 反常的 那反常的反应 像这种反应 对吧 对吧 氧化氮 比如说氧化氮 不要爱氧化氮 这个反应 它是温度升高 反而反应速度还满 所以 有这个后面三类 实际上是跟什么 实验室不大符合的 不大符合的 所以我们要仔细来分析 温度跟它的关系 但是靠反复的经验规则 就是说 温度差湿度就两到几倍 那是很粗糙的 很不够的 那么 后来呢 这叫我们在症状情况下呢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 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反应速度 是跟温度什么 乘一个什么 上面有E的什么 RART 这样反应 症状 那么这个设施是什么来的 这个设施是阿伦逆数提出来的 就是 阿伦逆数提出来一个 反应速度 反应速度 常数 是等于什么 一个 指线因子成长一个什么 负的 1 A RT RT 所以 这温度呢 这按照反复物的 它温度什么 实际上是影响 不是一般线性的 是在指数上影响 这个关系的 所以 K 就等于这个 这是阿伦逆数提出来的 那么Log K 就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 负的什么 RT文字上1 再加上Log A Log A 那么 这就是阿伦逆数方程 那么A 我们就称为什么 森延的活化能 它单位是什么 Module 千角 那么A 是指线因子 它单位跟K 是这样的 所以 要注意的是 活化能的单位是固定的 是吧 就Module 但是指线因子单位 不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因为什么 因为指线反应 跟K一关 K呢 一级反应 两级反应 零级反应 K的单位都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说 1呢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上面试图 是吧 Log K 对T文字的试图 Log K 对T文字的试图 那么 在100到200度 是吧 在100到200度 这个虚温度范围之内 我们认为静止嘛 这活化能是常数 是跟温度没关系的 那 如果跟温度没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 如果EA跟温度也有关系的话 那么你 你对温度做不出 那肯定不行了 对温度 因为它里面如果隐含EA的话 就不行 那么 这反应化呢 阿勒律师提出来了 那么 大概是什么概念呢 它的意思是 从统计的概念说 就是说 我大部分的反应化 开始的时候呢 能量在这里 那么 但是 如果要反应的话 它必须经过能力 那么 怎么办法呢 你通过其他办法 就是说 把它什么 push上去 就需要这种 就推动力 就是这个 使它开始反应 是吧 这样呢 它也推上去 推到这上面以后 这多下的部分能量 对吧 因为反应的话 多下的部分能量就变成动能 活下来了 那么 最后变成的产物 那么 产物的一半情况 产物的最后的 自由能 如果是低于 反应化的自由能的话 那么 这是一个反应 因为什么 产物跟 原料跟产物来比 那原料的能量要高 产物能量低 那么多下的能量 怎么办 可能放出去了 那么 如果这反应 是这样的 产物上面的 那么 这样的一个反应 来说呢 它可能是虚拟反应 就是中泰的自由能 要比初泰的自由能高 这是一个大概 对这个 产能力士 对这个 就是说 我们对产能力士 公司的一个基本解释 对自由能 大概一个 就是 比较形验化的 表达方式 那么 那么 讲到产能力士 这个活化能的时候 肯定要提产产能力士 产能力士 对反应动力学的贡献 就很大 他是瑞迪的 刚才是荷兰的 反护夫是荷兰的画家 他是什么 他是瑞迪的画家 但是他年纪比 反护夫需要七岁 那么从某种来讲呢 就是阿能力士 又是反护夫的 或者学生制造成学生辈的 因为 后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 阿能力士 是跟着反护夫去工作的 他到底有点关系 反护夫去跟什么 跟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开口跟吴子在下面工作过了 在德国 那么 后来呢 就是 阿能力士又到反护夫手下工作过了 但是 你看 他的贡献很大 他是 接反护夫以后 第二年 第三年 他又获得了 诺贝奖 而且 这里还有故事 就是说 阿能力士的主要的贡献 这是一个 动力学上面的贡献很大 另外 他在年纪的时候 他的波式修位 对于一个很大的贡献 就是电解制的电力学生 那么 当时他做波式修位的时候 他的题目就是什么 就是在融业 电解制 我这里面这么在融业里的行为 他认为 就是 一些盐啊 什么些电解制 他到了融业里面 会分解中什么 分解中正电荷跟负电荷 像一个例话呢 到了融业里面 就变成那里子 不是绿化的分子 那里子加上绿绿绿绿 好了 他这个波式修位出来 那么很多科学家说 男生死 说乱讲一起 结果呢 给他的波式修位打分 打多少呢 打第四等 就像我现在 我们大概是 我们是一个D老 ABCD D 好 结果呢 因为他大辩还好 口菜还不错 大辩子三分 第三等 就相当于C 那不是人通过了 为什么会给他通过呢 为什么还给他打了次 因为很多人反对他观点嘛 因为他评成很好 那么人家说这个人还不错 也沒給他關掉 還給他背了 但是成績很差 但是後來評測博士們就拿那不要想了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說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資產科學研究當中 我認為這個觀點就是 你認為對了你還是有時候需要堅持一下 或者在實驗中間發現了一些 不是很原來想像的現象 也不要輕易放過 所以講這種故事在科學家裡面是很多的 阿倫醫師當時很典型的 因為實際上過去有很多科學家 實際上他的主要工作波士論文 取得很大成績都有的 那麼他的波士論文也取得很大成績 但是當時人家障礙的人是很多的 但是實際上他的電力學生對後來的電話學發展 永遠理論發展都是寫得很重要的 那麼現在我們這裡呢 我們主要用到了阿倫醫師對什麼 對動力學的貢獻 就提出了一個經典的話 到現在不管你做什麼 你應該說動力學裡面 那我的觀點啊 動力學裡面還有這個公設 還有一點什麼普適性到現在 動力學裡面還有沒有其他公設有什麼大的普適性 不像量子理學裡面 那肯定是普適的 那麼熱力學裡面 熱力學寒數的關係 那些數月表達上 那肯定是普適的 動力學裡面有很多這種關係 但是不如這個 雖然看來是很經典很經驗 很粗糙的一個公設 但實際上都對動力學很普適的 很多東西回顧出來都是滿足這樣的阿倫醫師關係的 那麼我們再看 如果我們精確了 來就是來看阿倫醫師的關係社裡面的數量方程 結果會發現什麼呢 前面A不是一個什麼 單單一個子線因子 跟溫度沒關係的 本來我們認為溫度這跟什麼 這個後面指數跟荷漢能有關 但實際上後來做出來 前面的子線因子跟A有關係的 再來我們突然說 發現子線因子跟商也有關係 國泛民有關係 那麼它跟A有關係 那麼如果我們再精確的來做的話 在探用ATM後面這個指數 那麼這時候呢 這個活化呢我們不叫 因為這個跟阿倫醫師的活化呢 已經有幾個差別了 阿倫醫師認定前面是什麼 就是常數 跟溫度沒關係的 那麼這樣的話 我們把這個E 叫做E 比E 那麼到這樣 這是我們精確的測量 就是說溫度跟這個 反應所有常數跟溫度的關係 可以到達這樣的設置 那麼這樣的設置 我們把它展開 Log A Log K等於Log A 等於MLog T 跟EV出RT 那麼這樣呢 我們同樣對Log K 就什麼 對T就為上 因為這裡都把所有T 都寫出來了嘛 就到這個結果 Log K等於DT 就等於 這個常數沒有了 這個什麼 T去Log T分之間 M保留在 就是M T分之M 那麼這個去Log就是 負的變成正的 正在E 比下面RT 那麼通風向呢 RT名望放在下面 上面就是MRT加EB 好 那麼這樣 如果我精確地算出來這個K的話 用這樣表達的話 那麼 阿倫尼斯的CM核化能 應該等於什麼呢 應該等於EA等於什麼 它不是簡單的EB了 而等於EA等於什麼 EB 加上什麼 我們說後面是什麼 MRT 那麼也就是說 如果這樣的話 你應該說實驗化化能 也是跟溫度有關的 因為我們剛才也是講 在一定的範圍裡面 是化化能常數 實際上 溫度改變的時候 化化能也會改變 也會改變 也會跟溫度有關 所以這樣實驗化化能 你應該說是溫度有關的 也數 當然 我們說 當M不大的時候 因為M不會太大 不大的時候 它什麼 MRT 跟什麼 跟EA 相差很大 因為EA 一般化學反應的化化能 都在幾百個千角 跟化學反應差不多幾百個千角 那麼 這樣的話 但是RT 我們說R等於多少 R等於最8.314的什麼 Jall Memore 那麼 這是我100度 或者這是300度 收音的300度的話 那麼324 它也只有2.4個千角 而且我這裡要300個千角 你這2.4的話 也就是1.2% 1.5% 所以這樣呢 往往有的時候 如果把Mt MRT 匯累下的話 那麼EA跟EB 還是差不多 所以你看看 阿倫律師的EA 你說跟溫度沒關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麼就是 這是比較粗糙的表示 在溫度在一定範圍裡面 它粗糙的表示就是 EA就等於EB了 EB了 這就是我們對這個 溫度對什麼 對反應素質的影響的 初步考慮 就利用什麼 阿倫律師的 就活化能的公式 那麼看什麼 溫度對反應素質的影響 從阿倫律師公式看 溫度是主要對 活化能的影響 然後對反應素質的影響 那麼實際上呢 看來 對子千因子也會有一點影響 也會有一點影響 這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所以這樣呢 我們可以歸納起來 看溫度對反應一下 那麼我們分兩類來看 對方的反應來說 它升溫度有一點影響 這是從動力去講的 那麼這是我們想想一個 為什麼反應 因為它的溫度升高 溫度對於峰值來說 主要是頻度能 油部分是轉動能 大部分是頻度能 那麼它的頻度能增大的話 峰值什麼 運動快 碰上機率增加 碰上機率增加 那麼它肯定什麼 肯定是有力反應 它在動力上是有力的 但是因為它是方式反應 所以升溫能使頻度轉化率下降 方式反應它升溫 要使頻度轉化率來減少 那麼這樣對日類學上面也不利的 所以對方式反應這個條件比較複雜 所以你既要考慮動力學的因素 又要考慮日類學的因素 所以對方式反應的時候 就是說一般要選擇什麼 選擇比較合適的溫度 不是說所有的溫度都可以考慮 或者溫度越高越好 或者越低越好都不對 要切成兩者的平衡 平衡到什麼呢 反應速度能夠達到我們需要的 而它的反應溫度 對方的反應就是說 平衡的影響不要太大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權衡了 特別對方的反應 我們看 那麼對溫度反應來說 那麼當然問題就比較簡單了 對溫度反應來說 溫度反應的時候問題為什麼簡單呢 因為我們這個升溫對什麼 對平衡轉化率和反應速度都提高的 因為什麼 因為溫度動力學的時候 它可以提高反應速度 那麼溫度反應 加大溫度 它有利於反應什麼 往什麼 往殘忽方向轉化 那麼對於什麼 轉化也有幫助的 最後轉化沒有 所以這樣呢 我們就是什麼 就對生活來說很容易 就是 對現實反應來說就很容易 我們只要提高溫度 當然 溫度也不能提的太高 為什麼呢 因為還要考慮到 催化機的核心溫度 特別是催化反應 因為溫度提的太高 催化機結交 催化機死掉了 死掉了 那也不行 還有什麼 溫度太高以後 複反應 因為往往我們講 化學反應 可能有好多通道 那麼你溫度提高以後 別的通道什麼 就會加快 那麼也不理 另外一方面 當然 從工業上面來說 溫度提高 能耗有很大 能耗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溫度提高 反應會有升溫升得很高 然後去反應 要保持很高溫度 然後出來的產物 那麼高溫產物 要它冷卻下來 當然也有這種辦法 就是說 把冷卻的時候 產物冷卻的溫度 跟什麼 反應物進去的時候 進一個交換 把熱量什麼 留給 反應物出來的熱量 留給一個產物 這也是做法 但總體來說不好 能耗為什麼 會很大 能耗會很大 能耗會很大 那麼這樣 就是我們到達的 一個就是說 溫度對反應 受力的一個影響 溫度反轉 這是第一個 那麼我們總結出來的一些 根據阿倫尼斯公司 根據實驗 我們總結了 溫度對反應 肯定是有影響 而且影響 從兩方面 一個從什麼 一個從動力學方面 一個從熱量學方面 從動力學方面 我們可以從活化能 從反應分子 什麼 膨脹能各方面 來考慮 因為 活化能部分 是在指數上面的 那個反應力 就是膨脹能的能 在什麼 指線因子方面 兩個都會什麼 反應出來的 那麼接下來 我們來講 對溫度影響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活化能 對反應受力的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在反應受力裡面 我們剛才講了 阿倫尼斯公司裡面 OK 那麼這樣 在這下 T肯定會對它有影響 另外呢 就是叫 活化能 也不是什麼 就那些常數 它可能對溫度影響 所以接下來 第二件我們來討論一下什麼呢 就是 活化能對反應受力的影響 因為什麼 因為很多就是 溫度的影響 會在什麼 活化能裡面 反應出來 那麼我說 活化能大小 對反應受力的影響 是很大的 為什麼很大呢 因為它在指數 跟什麼 跟一般的 比較線性的關係 就不一樣了 那麼比如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 我們可能 將來就是不一定有什麼 有很定量的概念 但是我們可以有這個基本概念 比如說 就像法國父講的一樣 活化能升高 要多少 會對我們什麼 反應受力影響多少 因為經常我們會做的時候 我們會計算出活化能來 或者我們搞脆化的時候 像降低活化能 那麼要降低多少 對活反應有多少 這個我們一些概念 基本上有了 那麼我們看 比如在300度的時候 我們看啊 300度 活化能從100降到80 那也就是降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 降二十千 千交了 也就是說 降二十千交的活化能 在300度的時候 對反應受力有多大影響 我們來計算一下 那麼我們說 K2跟K1直接比 就是K2 活化能降低的 是800 K1活化能是80 K1活化能是100 那因爲什麼 因爲什麼 因爲下面RT什麼 指單位是9 上面是我們千交也80 就化成9 所以這是什麼 這等於8萬 這是什麼 這是一百萬 這等於10萬 這是負的8萬 這是負的10萬 坐下來 那很簡單 計算一下 三千倍 也就是說 你活化能降二十千交了 在300度的時候 它反應數量要三千倍 反應數量三千倍 就是意味著什麼 一個原來不大可能進行反應 或者沒任何工業價值的反應 你降了二十千交的活化能 它完全有工業價值 那或者也說 一個反應 要進行什麼 三千小時 最理事 那三千小時是什麼概念呢 你看 二十四小時一天嘛 就一百天 或者一百多天的反應 我現在一個小時就完成了 那是在工業上 那是不可講的 原來要什麼 要三十幾天進行反應 一百多天進行反應 但是我可能不做這個反應了 在生產沒價值 我降了二十千塊活化能以後 我一個小時就完成了 那個這個反應是工業上很有力的 所以 從這點可以看出來 這個 活化能大小對反應數的影響實在太大 實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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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都畫了很多情況 要爬過那麼高的牆 再跳下去 現在 我把什麼 那這個時候呢 有很多情況 大概沒幾個情況都跳過去 說老實話 沒幾個情況都跳過去 但是我把這個牆削了一大段 之後大部分的情況都跳過去 所以這是一個動畫的概念 也就是說對我們 這個畫能大概就是有這樣一個什麼 一個 作用 它一高 就把大部分都攔住了 如果它一低的話 那麼實在大部分都可以跑過去 好 那麼下面我們來看看 溫度和活化能跟反應數量之間的關係 我們做了三條線 活化能一 活化能二 活化能三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活化能是跟什麼 就是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log k 因為我們說 這個log k 是 是 是這樣 那麼 這樣呢 我用lock k 對什麼 對 T 輪之間速圖 T 輪之間速圖 T 輪之間速圖 那麼 斜率小的 活化能是什麼 活化能就小 因為 為什麼是斜的呢 這是負的 斜率是負的 活化能 所以這樣呢 我們這個上岸代表 這個活化能可能小一點 它斜率平一點 這個活化能出大點 斜率小一點 這個活化能很大 斜率 那是肯定的 因為 給定的溫度 活化能小 這個反應速度最快 因為log最大嘛 活化能越大 它反應速度越慢 那麼 因為 指數啊 負責指數關係 這是第一條 我們通過這個 可以明確的就是說 在給定的溫度情況下 活化能小 反應速度最慢 肯定就快了 好 那麼接下來 第二這個結論 我希望這個結論 我們老是要硬進去 就是 運動 給定的溫度下 活化能越小 那麼這個 跟阿倫律師關係 我們可能 這個又小嘛 這個意思數又大 反應就快了 對於同一反應 提高溫度 可以什麼 增加反應速度 你看 同一反應 我們說就是同一活化能 一個反應就是一樣 同一反應 同一活化能的情況下 提高什麼 提高溫度 可以什麼 加快反應速度 這是你看 這是提高溫度 要注意 我做圖子嘛 做圖子提門直接 但是我這個標的數據 就絕對溫度 所以你看 溫度越大 T分子越小 所以它越靠近零 這個數據就是它的T 而不是T分子 這T 那麼我們可以看 同一反應 就是同一條線 提高溫度 可以什麼 增加反應速度 提高溫度就是往上走 往上走 它的反應速度 可能增加 就Log K 就是可能增加 所以我們說 對於同一反應 提高溫度 可以增加反應速度 這個都是同一規律的 這個也可以從什麼 阿倫尼斯工程也可以看 溫度提高 這個數據 什麼 負的越小 負的越小 它什麼 它的液體數據越大了 所以這個第二反應 好 第三個就是要比較了 在低溫區的時候 這個明顯 這個十分明顯 就是提高溫度 對提高反應速度明顯 在高溫區的時候不敏感 我們看看 看這就像 好 在低溫區 我們的ΔT 提高87K 提高87K 反應速度提高一倍 本來是10 要注意 這裡也是 我標誌是Log什麼 LogK 但是我這裡什麼 這裡是用的什麼 用的K K來比 K來比較 所以這個數字就是0 就是什麼 K是5 K是10 K是20 不是Log 跟這個一樣的 這個也是數據的溫度 好 那麼我們馬上可以看到什麼 在低溫區十分敏感 為什麼敏感呢 我增加了87度 增加100度不到 我反應速度提高了一倍 提高了一倍 好 我在高溫區同樣這條線 你看 提高了1000度 反應速度在這 提高了100到200 提高了一倍 就是說 在低溫區的時候 我只要提高100度不到 我就可能是反應速度提高了一倍 而到了高溫區的時候 我要反應速度提高一倍 到國來說 我的溫度就是100度不夠 就是要到1000度 來說 那麼也就是說 低溫區對溫度更敏感 高溫區對溫度不大敏感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 溫度對活化能大的反應的影響比較大 這是肯定的 因為你看什麼 就是斜力嘛 因為活化能小 斜力小 斜力小 你溫度升了很多 同樣寬度 它什麼 反應速度提高不多 而你的活化能大的 這麼多 你這溫度再提高一點 它什麼 它馬上反應速度 從10到200了 提高這個前度的話 對這個反應的時候 就10到200 對這個反應的時候 是100到200倍 200倍 所以 就是對活化能大的反應 你提高溫度特別有效 提高特別有效 而對活化能小的 提高溫度每一倍大的 那麼另外 另外就是 在溫度低溫區的地方 對活化能什麼 提高溫度對活化能的影響 對反應速度的影響 特別敏感 特別敏感 所以從這張圖裡面 我們這個視點 大家可能不能記不住 但是你從這個構成裡面 我們都可以分析出來 就是一個溫度對反應速度的影響 就是對活化能小的影響 特別明顯 同一反應 就是我們提高溫度可以什麼 提高反應速度 這是一些明顯的 有斜力負擔 還有低溫區是敏感 高溫區 對活化能高的 有效 有效 這是我們講的 第二個 就是活化能溫度 活化能對反應的影響 最後我們講第三個 是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我們怎麼來理解活化能 就是活化能的物理 你知道活化能通過安律師公司 活化能對反應的影響實在太大了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討論反應的時候 經常就會為活化能困擾 像我們做理論計算的時候 我們在計算的反應能力 我們就看看這個 來比較 要統一反應 比方說幾個反應的 比較哪個活化能低的 就可能成為反應的有效通道 而活化能高的反應就不可能進行 活化能都會作為我們的判斷反應 很重要 但是活化能的概念是什麼呢 這個活化能概念是誰提出來的 在1981年到1981年 這個人叫什麼 叫托爾瑪 托爾瑪這個人 生育1881年到1948年離世的 那麼他對活化能提了什麼 一個很重要的解釋概念 那麼我們所對激原反應來說 活化能代表什麼 代表反應的分子的平均能量 和反應物分子的平均能量差 這就是活化能 他對活化能 人家對活化能有一個什麼 從統計學來說給一個概念 什麼概念呢 要注意哦 這個活化能是激原反應的活化能 我講的有無理意義的激原反應的話 那麼到將來 就一般的 就複雜反應的話 我們一般就是叫什麼 不叫他活化能 叫他總部反應 他是對方複雜反應 他要把反應經理討論出來 那麼根據每一部激原反應的活化能 然後推出來一個總的反應活化能 總的反應活化能 就是滿足這樣的關係色 就是那個 它可以跟這個活化能滿足這樣的關係色的一個關係 那麼這個活化能的意義就是什麼 就很寒無了 就是這個活化能在影響反應的一個能量 而這個能量 實際上跟什麼 跟每一個激原反應活化能有一定的關係 而我們現在講的活化能的意義是講激原反應的 激原反應的 就是一步進行的反應的 那活化能它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樣的意義 那代表就是說 活化能代表什麼 發生反應分子的平均能量 就是 比如說我參加反應 有一萬個分子參加反應 最後 真正能起反應的分子可能是一百個 那麼我現在講的活化能是 這個一百個分子的平均能量 跟什麼 跟我參加反應的一萬個分子的平均能量關係 一個是能發生反應的分子 一個是參加 你參加好的你報名 就不一定能成為這個 而後面的意思 前面的是什麼 是我能夠起反應的分子 所以這是兩個根源 兩個根源 一個根源是能反應的分子 這平均能量 下面一個是什麼 就是參加反應的 這是兩個根源 結果我具體是 剛才講的 有一萬個分子參加反應 就是我這容器裡放了一萬分子 那容器肯定不是一萬分子 我就假設這容器一萬分子 但最後它能起反應的分子 像是一百個 那麼所謂活化能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這個一百個分子的平均能量 跟這個一萬分子的平均能量是差 這就是活化能 所以活化能不是一個究竟能量 這像是相對能量 那麼這個提出來概念以後 這個誰來做統計解釋呢 就是這個 托爾曼這個人提出來 那麼他提出什麼概念呢 托爾曼指出 說你一萬分子 實際上一萬分子進去的時候 有不同能界的 出於不同能界的 對吧 因為按照我們那個 上一期 奧利化學去過什麼 結果波爾斯邦分布 結果同期分布 那麼 實際上這個一萬分子是什麼 按照它的能量什麼 能量分布的 實際上有比較多的分子可能能量低 再按照波爾斯邦分布上去 所以這樣它有個什麼 有能量分布 好 那有能量分布 分布的意思呢 就是每一個能界 或者每一段能界裡面 它什麼 它有一個分子 過多能界 過多能量 有不同的分子分布 那麼它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說 DI的能界 不一定能界 可能I可以什麼 等於一二分布 分量很多分布 那麼 對DI的能界 它的能界 反應的關係 也滿足什麼 反應碎率方程 所以 DI能界裡面的 反應是 I等於什麼 等於負的D A I 然後什麼 DT 那麼它的碎率方程呢 跟KRI有關係 跟KRI有關係 所以 這個K 每一個不同能界 都不一樣的 低能界可能小一點 高能界可能大一點 都不一樣的 那麼 跟它呢 AIA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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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I放在這裡面 跟你之前 有關係 那麼 再來呢 那總的反應數量 因為 你已經把它按照能界封了嘛 那總的反應數量就等於什麼 等於負的什麼 DA 與T 那麼 A子要等於各方面的架合 那麼所以它也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架合 等於負的什麼 等於負的第一 這個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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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合的什麼 所謂A分子 A個 DT 這是中寶 這個所謂架合 那麼 再來呢 它也等於什麼呢 我們說 也等於上面的架合 所以它也等於上面的架合 那麼 等於上面的架合 我們就可以等於什麼 把DT就知道什麼 等於 等於架合什麼 I K 什麼 I A 加 加 加 因為 這個是 上面代表架合 這是什麼 這個也相對是它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等於這個反應就等於它 等於它 所以 這關係 那關係 那我們下面來看 我們知道反應數量就等於這個 一定的全部架合 它等於這個架合 好 那麼 這樣我們再來看是什麼呢 那麼 數量常數 K等於什麼呢 K就等於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這是這個 我們 那個 也可以等於什麼 也可以等於 K 你用度A 對吧 因為 因為 這個反應是 這個是總的 總包的 這個是封的 總的等於封的架合 那麼 這樣呢 我們得到了 數量常數K等於什麼 K就等於這個架合 K A A A 還是什麼 出A 大概 這個關係 就到這個關係 那 這個關係我們來 按照統計來看看 就是 K呢 就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部分 出A 出 就這個設施 K等於什麼 這個 對這個 所有的每一切 每一個能力的 可能的 這個 反應數量跟什麼 融入 加核 加起來 出什麼 這就等於他 反應數量 好 那麼 他呢 也就等於他 我們把 因為A是相同的 所以跟加核系統 沒關係 我們把A帶到這裡去 A帶到這裡去 就等於什麼 加核 K 出P P P P就代表 是什麼 A 就是 就是說 每一個能界裡面的 分子的分佈 這樣的分佈 就是說 你總的比喻一萬個 那這個能力比喻二十個 這個能力三十個 這個能力四十個 這個能力四十個 就是什麼 分佈 就是我們Pi 每一個能界出現的幾率 就是Pi 那Pi等於什麼 就等於 總的 比喻我們 例次數N 還有就是 某能界列次數的比 那麼 這個按照配方案數來說 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它了 這個總的配方案數 這個是 Di能界列什麼 能配 那個分配數 分配數 這個什麼 假定我們 這兩次都非見面的 沒見面系數 那麼我們就到這個結果 所以這個P呢 我們就可以 按照配方案數 就得到 到這樣的關係去說 E的什麼 E的 負的 Ei K BT 這是什麼 這上面的分布 下面是什麼 加核 下面的分布是加核 下面的分布是加核 E的什麼 負的 Ei K BT 然後加核 第二加核 這樣 那麼我們把這個 這部分帶進去 帶到 K裡面去 那麼 根據核化能的定義 我們說核化能的E E等於什麼 E 就是我們剛才講 就是 因為RT 平方分子E 就等於Dlog T 所以E等於什麼 RT RT 平方 Dlog K T 對吧 這是化能 這化能 這等於它 那麼 好了 我們這個什麼 這個K知道了 把K帶進去 我們什麼 來去圍上 馬上就可以出來了 那麼 這樣我們就馬上可以得到 這是P了 這個K 這個P 那麼我們得到了 這個 把 這個 這Ki 乘進去 這個架核 這就等於K 對吧 這等於K 那麼 這個進去是什麼 等於 這是這個架核 這乘什麼 乘到Ki 那麼這裡這個架核 乘到Ki 就是 等於什麼 對於K角度 就等於它的角度 主要個 所以這樣的 我們 E等於這樣的關係 E等於這樣的關係 那麼我們 這個取Log 取Log 取Log 我們這個什麼 等於RT平方 是吧 那麼這個 這個D 比較底T對吧 然後我們裡面 LogK取Log LogK取Log 就是什麼 等於這個取Log 取Log就是上面 前面一個是什麼 Log什麼 Log這個架核 Log這個 i K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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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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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t 是對這兩個去為上 因為Log Log 這個Log 這個Log 是他 H 等於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相處 等於兩個相前 對T來去為上 好 這個對T來去為上 我們就簡單了 這是RT T平方 對Log 對Log 就為上 等於什麼 先把Log 放在下面 先Log 放在下面 我們不到這個Log T去為上 應該是 這分之夜 這Log T去為上 就等於分之夜 下面就是什麼 i k i i i kb kb 分之夜 然後再對在裡面去為上 裡面去為上 什麼 就是說 我們對T去為上等於什麼 加和 i k i 對這個9為上的是什麼 它保留 這個保留 負在 e kb t 然後對這個t 這個9為上 這個9為上變成什麼 變成功 正的什麼 kb t平方 kb 所以對嗎 1 2 1留在這裡 這跑出來什麼 跑出來 分母是什麼 kb t平方 一次 後來我們寫 寫在這裡 在外面就成了什麼 kb t平方 之夜 這是前面想 前面想 後面也是同樣的道理 對這個計為上 這個位上 這個位上 這個放在下面 1 1 1 2 1 kb t 分子 分子 什麼呢 分子 這樣 log i 那麼這個也保留在 1-i kb t 這個 這個 這個租下 這個租下來 這個亞 亞 那麼 下面是什麼 下面 這個 因為 因為圍上 五負一球再跟負一球 再乘上什麼 這也乘上一個 kb t kb t 平方的字 就是這個 這樣 好 那麼我們來看 這個什麼 這個kb t平方 這個kb t平方 這前面什麼 rt平方 這個又丟 還多一些什麼 r跟k之間 插個什麼 插個 插個 加個常數 就等於 n 成為 好 那麼 裡面等於什麼呢 裡面下面是加核 可以 按照 到 是不是這樣 那么按照统计的观点我们来看 先看后面一下 比较简单 后面是什么 这就是说它什么 它 力指数的总的配方数 配方数 配方数 上面是什么呢 能量在乘上什么 每一个I能量的分布数 那么后面是相似 实际上等于什么 等于EI PIA 对吧 因为这个除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I能量的分布数 这个是一二二分数 那么这个等于什么呢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总的力指数 参加反应的力指数 平均能量 按照统计的这是平均能量 所以这个相似等于什么 等于E的平均值 参加反应的 因为你这里 我没前提到哪个能量 没前提到反应数量 把所有的什么 参加的能量度都加起来了 就各个能界的 参加反应的能量 我都加起来了 好 这是这些面 那么这项代表什么 这项成长K以后 就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 每一个能界里面 能参加反应的 因为K是什么 反应数的长数 你的容度成长K以后 就等于什么 等于反应掉的分子 那么这个就是说 每一个能界里面 能起反应的 反应掉的分子 总数加起来 是它 但是它的能量 每一个能量分布是什么 分布是它 那么这样我们得到 这个结果是 应该对吗 这个EI 这个叫EI 这个什么呢 叫P 一PI 这P代表什么呢 P一P代表是能气反应的 因为它已经成了什么 成了数理长数了 那么这样的 它就等于什么 它就等于意义什么 就是能气反应的 平均值 平均值 所以我们这样 就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国家能值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能气反应平均值 那么 当然了 这个严格来说 我们原来这个做出来 要注意 我们做出来还是什么 还是EI 我这里还写在 应该 严格来说应该EI 是 每个粒子的平均能量 E 现在大M再乘上 大M乘到这个E里面 就变大U了 那么 再大M乘到这里面 就变大U了 所以最后变成什么 最后变成这里 就是 国家能的EA 就是什么 能反应的分层平均能量 减去什么 减去参加反应分层平均能量 所以这个 就是说 托尔曼呢 就是按照统计的观点 把这个证明了 这将又证明了 我们前面的句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对聚员反应说 国家能代表什么 反应后分层的 发生反应的分层的 平均能量 与什么反应我分层平均能量 之积 就差 所以这样呢 我们把活化能的一些意义呢 就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讲清楚了 所以我们说 但是要注意 我们的活化能意义是什么 是机缘反应的 不是总统反应的 总统反应的活化能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数量 代表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 我要在讨论 阿勒律师公司的时候 总是要有一个东西 那么 它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刚才讨论宏观的 比方 温度 活化能的反应 数量的关系的时候 它是有用的 而真正有物理意义的活化能 应该是什么 应该在机缘反应上面 活化能它是有物理意义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关于活化能力义呢 我们这些课讲的时间会长点 就提给什么 给了三道题目 那么我们下次呢 我们再来讨论一些具体的 那个反应 特别是反应机理 下次我们重提 我也讲一些反应机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